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次收看指筹高峰会 那么我们在策略上写的 台股呢毕竟呢还要再上来 只有几经风雨燕归来 多头还是会来 那么只是呢在过去你没有掌握到买卖点 所以我今天呢用这个干四角的角度线 跟大家谈台积电永业跟联电这几只股票 那么这些股票定不是跟你在讲瞎话讲假话 这个东西是我们将来运用到当冲 当冲 招财进保 这本书呢这个礼拜会给我们的会员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大刀大斧去创造获利 这是我待会讲的 就用当冲的话是用这个干四角线就可以了 我在大陆交出的时候 这个是我必备法宝之一 但一般的台湾投资人很少在用 也不会用 连电脑都不会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阳明还有长荣 这个阳明在10月18号的时候 去年我10月1号上台我买在836 这一共在底部去买了8笔 这个10月18号买84 长荣 阳明买84 长荣买86 我们看一下 去年这一波是买86 这是长荣 今年这个1月份是买114 你不妨把我当成一个画家 这个画家从这里开始画 画的老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可以看画家 这曾国良这个分析师 这个画家 这样一笔上去 这个几经风雨雁归来 这个叫做龙回首凤凰朝再创新高 阳明也是长荣也是 对不对 下来上来一波回席再上去 那么你可以看他回席的力道 这边都是长荣 长荣再回席上来 所以你不妨把我看成是一个画家 那么这个画家 他的旷式剧作还没完成的时候 他只是起笔而已 你不晓得我要画什么 这个一起笔上来 对不对 大笔一回就上来了 这个是阳明 这个是长荣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告诉你的 海公公呢 以前海溜溜 现在呢 可以嗨起来了 为什么 这个万海已经182 那长荣呢 已经多少钱 164 那么在长荣一根停板就超过了长荣 万海 所以万海明天会补涨 你看 114的少后区讲过N次了对不对 现在人家才在讲长荣都已经太慢了 好 都已经太慢了 那我们来比照一下 长荣的这个黑黑线 从一 这是1月21号 从121号 直接贯到115 直接达到110 110 对我们在这几天买的 我们当然这边也有买 买套老 套老就套老 好 那我们来比对一下 这个1月21号的长荣 长黑 对不对 所以不怕四个座力来 买了 就放着 不用害怕 那么我今天讲1月21号长荣 就是瑞鼎的今天 1月21号的长荣 瑞鼎的今天 瑞鼎的话 这今天的长黑 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有没有 长荣 长荣 你不要看这一边 你只要看到这边 你的心都凉一半了 为什么 长黑了 获利那么好 长黑了 那这个瑞鼎的获利好不好 EPS70到80 EPS70块到80块 所以你比喻今天的长黑 就好像长总1月21号的长黑 有没有 长总1月21号时间转折 1月25号时间转折 1月21号是 黎明前最后的长黑 就这一根 就这一根 未来有希望的股票 我希望各位多注意 这是永跃 我常常在讲一句话 就是说 高档我们并没有去买 我们买在低档 这叫什么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这叫永跃 那么这个礼拜应该可以看到 在礼拜四FED升息的前夕 会观望 但是礼拜四礼拜五 那么将来 他发布的升息之后 会烟消云散 所以大盘 17500点先站上 到18000左右 18000要下礼拜 所以这礼拜来讲 17500先站上 讲完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我的 这个当冲的招财进宝 这本书 我们只要讲的一个逻辑 跟大家谈 就是说从日线来看 用干四角度线来描 作为一个定价的多空的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连电 对不对 连电 连电的话破65就是走长空 现在剩50 那至少你空下来 破断空你会有15块的价长 连电 因为我是已经做好 把这个project整个画给大家 破这条线 对不对 45度线 整个框下来 所以你如果不懂这个东西 你天天买 你会天天套 套到怎么样 没有耐心 等你在杀掉的时候 它底部已经又完成了 有些股票是底部 不像底部 它也不会涨 这是连电 那台积电呢 在688的时候 大家通通要有台电 所以我今天特别 为了我这本书 宣传我的理念 我的当冲呢 是把日线图当成五分k线图 是把五分k线图当成日线图 我再讲一次 这个干四角来讲的话呢 台电是2月16号645的地方是破空 破空呢 你就要空 对不对 645破空 你不破空的话 现在是多少钱 645现在是在570 最低呢 是在560 差了80块到90块 那我的意思告诉你 就是说这是台电的日线图 那么破45度线 你空是一个破断空 可是呢 假设这个不是台电 它不是日线 是什么 五分线 那我们在45度线的地方空下来 那这是一整天 那不是两个礼拜 它是一整天 那一整天到最后收盘 你没有到最低 你收盘前把它干掉 平仓掉 你就是赚这一段 所以这是一个很老练的人才有办法做到的一个技法 这是将来我们要做档冲的 那么档冲这本书呢 目前发行100本而已啦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来参考一下台电讲完对不对 台电人不管是57台用手用脚去投票要不要涨 那都是不算 你看干事脚 干事脚一脚定多空 一脚定乾坤 这样不是比较快吗 你今天要跟我来赚大钱 我就教你方法 而这个方法我也教给了所有会员 非会员一般的官司我就教你 只是你不会用 那我们假设我们用的都是这样的方法 那么你的当中呢都会赚大钱 你的当中呢都会赚大钱 我们刚刚讲连电台电对不对 我们再讲到各位耳熟能详的联发科 联发科的话 我在我发射了一个干事脚 干事脚破2月21号破1130就走空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空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空 所以呢破线重不重要 各位破线重不重要 破线空你就不要买 破线空是很重要的一个决策多空的因子 所以我们再讲到当冲的时候呢 招财进把的法术啊 招财进把法术的当冲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这个叫做干事脚 那么我当冲我一定是用干事脚去衡量去切 所以呢准确率比较高 不能用拆的 现在很多人把台股呢看得非常的空 可是我觉得是被俄罗斯吓怕了还是被乌克兰吓怕了 台股根本没有在空啊 真正空的早就过去了 所以呢台股会挤翻风雨宴归来 多头继续向前行 那我现在你现在手上有联发科 你应该知道日线图的四十五度线早就破了 那我在想就是说你们参加所有的老师里面 他们的一个多空的规划 有的人是今天涨上来全部讲涨的 全部讲涨上来满多他的 那没有什么标准告诉你 他什么时候买的 现在很多人在讲长荣对不对 我们这114买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震荡下来一次 震荡下来两次都没再怕 有没有 我说目标就要到哪里 我早就讲过 所以我今天已经不再讲 我在哪里讲过 我的第一通扣信都讲过 我的第一通扣信都已经讲过 所以我已经不用再讲 那么现在呢 阳明也很强了 对十九万张的量 那么明天的万海 你要稍微注意他才两万九千张的量 量太少 但是他爆量在增加的时候 那也是很可怕 那么我们再讲就是当中的这本书 只有一百本 如果说想要的话 打个电话进来 尽量广告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3366 02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不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02 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02 85113366 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谈到时间转转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7月1号的时候长总大跌 7月1号的话这边报大量大跌 7月6号7月7月份在大跌的时候 我说我买的是在10月份 但是我有告诉你吗 这个地方高档下来的话 主力出完货 他要等6个月 他才会买回来 也就是说按照证件交易法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主力出完货 公司败出完货 半年内买回来 他有两个行责 一个叫内线问题 一个叫归入权问题 就是你赚多少钱 你要回馈给公司 你没有办法 所以真正的是一档股票 高档股票 他过高档之后的爆量 主力公司败出了货 他一定要等半年 所以我们在7月1号 等半年要等到多少 等1月份 所以我们在10月份的话 是低买 叫做什么 低买这个点叫做超低 接着他不会直接涨上去 他一定要等到 等到1月份的时候 公司败才会进来买 这叫做什么 凤凰草龙回首 所以他这个波段来讲 他不会直直上 他为什么这个波段 不起在这个波段直直上 因为公司派没办法买 所以一旦他要押回来 公司派 主力重新在进场的时候 这个行情才会扶摇之上 我没有告诉你 六个月的问题 我们再讲 六四一一好了 像这种股票经验 这个大主力是在11月出掉了 这个高档的时候他出掉 请问半年是多久 至少5月才会大涨 三四月才会大涨 你像这11月对不对 11月15号他出掉了 那这个要等多久 半年要等到今年的三月底 像这种股票 即使他这样反弄上去 也不是主力真的要买的 因为主力真的能买是半年 这个加算起来是半年 所以这上去还会再押回来 等主力进来 你现在上去太虚 一定要主力的帮忙 所以我们在讲 就是说在推算时间法则的时候 已经有告诉你 就是说像传统来讲的话 7月1号的高点 一定要经过半年 那也就是你在高点买进 你就要套老半年 甚至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不过三个月你就断头了 你不用等半年 对不对 像这个地方的话 跌到这里剩下三分之一 融资全部断头 这边的融资限制 大家都在买融资 你没有融资可以买 代表融资已经满载 所以他一定在杀一波让你断头 那这个部分来讲 7月1号一直到11月30号的最低点 叫做时间转折 那么在1月21号这天叫做什么 黎明浅最后的黑暗 也就是永越现在面临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的一次撤底 然后撤完底之后 有没有这条均线的支撑 直接再创新高 他连这个地方连盘都不盘 直接上 那么我们看一下杨明 是不是也是这样 所以我不是又告诉你一句话了吗 我跟邱书生很熟 常常去他们家做客 他就说 不要买我台开 你去买阳明买长荣 我又没有这样暗示过你 人家邱书生 他就钱也不会去买台开 他就买什么阳明 买长荣 他也没有跟你讲万海 我没有这样告诉过你 加上我本身我告诉你 就是说7月1号的出货点之后的半年 半年以后他才会真的大长 我们看 你半年以后你能买在100块以下的阳明 这我们也买 跟常荣一起抄底 但这个地方10月18号也是一样 这是机会难得你就先买 所以我问你 你的阳明是长成这样 你的常荣是长成这样 你台股有崩盘的条件吗 台股有崩盘条件吗 今天的常荣 之前的长黑 我说不要紧不要紧 你说曾老师不要紧一直下来 对我说不要紧 有没有上去 盖过你长黑的上面 收盘最高价 收盘最高价是从去年的10月18号的低点 一直到今天是创新高价 对不对 创新高价 我不是告诉你 我们看月线吗 看月线吗 这月线来讲参考指标 就是这个前高 2603是这样 2609也是一样 你要去参考他的前高 这不看月线 对不对 所以 你要不要打电话去问人家 什么目标价 现在还有什么目标价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那为了要写这本书 叫做当冲 我们除了波段以外 我们会教大家当冲 当冲的话 我刚刚讲的什么 台积电讲的联电讲的联发科 然后就说联发科 联发科 联发科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走 对不对 1130嘛 1130你不走的话 过了1130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就一路下杀 1130 你今天买在这边全部是要阵亡的 全部不好过日子 不要说全部阵亡 因为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那这样联发科再杀并不是战争的因素 是市场的需求 因为你的干事角度线一化算1130 你得走 你不走就死了 就是过了这个村 过了这个1130 就没这个店 你1130以后 没这个1130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档 我经常在谈的负财 负财我是95块空的 对不对 那负财来讲的话 破95块 我之前空95块 那后来涨到101嘛 那么破95块就是破线空 破线空是破它的45度线 都在破线空 有没有很准 破线空 所以呢 也是一样 过了这个95块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95块不会再来 一路下杀 那么大陆的三安光店 在苹果的mini LED的部分 已经抢走了很多 富财的单子 所以富财变成本来是富贵又光彩 跌下来变富人怎么样挂财 两个字上去下来解释就不一样 所以你说联发科 联发科还会在上探底 还在探底 现在不能说 我只是在诠释 我只是在诠释我的当冲要怎么做 我把联发科的1130放空 看空 叫你出 我就过了这个春1130 将来不会回来1130的这个逻辑理念 告诉你怎么做当冲 也就是说把联发科的日线图 把它变成五分K线 五分K线让你一秒 等于是1130放空 这是早上十点 收完盘收盘平常 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我的逻辑 我的推论就告诉你 就是说 我用日线图 我画干式角度线 你比较清楚 然后呢 我放空或做多 我会下指令给你 你收完盘之前有利 你就把它回补掉 付财是一样 付财这是天天在跌 那么我们讲 我的9点15分的时候 95块叫你空 指令空 收完盘是在70块 你不要也不可能 我们讲就是比喻 日线图当五分K线图在做 所以我们经常来讲 就是说你的当冲 一定是当天的冲 那么你到4月份的时候 现在是3月4月份的时候 那情况大不妙 这个主管机关 为了要符合你的资金需求 你卖的股票第三天拿钱 你买的股票第二天交钱 以后改当天交钱 那当天交钱好事好 我今天卖的股票 当天可以交钱 拿到钱 但是你做当冲的人 必须在当天收完盘钱 你要给钱 所以你之前要存很多钱 否则你这个不要做 所以是增加你的利益 还是增加你的风险 都是一半一半 你今天赚了钱 马上可以领到钱 可是你今天赔了钱 你马上要给钱 你的压力就会怎么样 赚钱打到家笑一笑 那这个赔钱 那大家就不高兴了 所以我告诉你 就是一定要有相对的 一个正当性的工具 好的工具 我在大陆交出的时候 我的法宝很多了 我不告诉你吗 对不对 股票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这个会有三个涨停板 一个 第一个涨停板 你一定要码叫建仓式涨停 对不对 建仓式涨停 重仓式涨停 出货式涨停 要卖要空 这个我有很多法宝 那另外一个法宝 来讲到我法宝很多 就是什么 干事角度线 那么大陆的老师很多 但是呢 有这样子 租基白转境界宽 那你的头脑有很好 有很多的工具可以讲的 没几个 都是在唬烂而已 那跟台湾的分析师 差不多涨停都他家的 那涨停都他家的 你如果蒙到一个叫做 出货式涨停板 你也不信 来 出货式涨停板叫经验 对不对 出货式涨停板 你如果买到这个涨停板 还是你的就完蛋了 有没有 这个金红有没有 出货式涨停板 这涨停板 都出货式涨停板 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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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喜欢这样 测标写一堆涨停 好像闪亮星星 满天的星空 可是你如果说 第二天以后 你的星星会流眼泪 为什么 那是出货式涨停板 你满天的星星 是所有的投资人 听你讲的 杀进去了 涨停 杀进去 明天会再涨停了 隔天的星空 就会特别的暗淡 为什么 大家星星都会流眼泪 这是出货式涨停板 你看富财也一样 对不对 富财今天这一天的涨停板 也叫出货式涨停板 所以我在讲股票的时候 在大陆是非常出名的 以至被人要排挤 在台湾被人要害 在大陆也是被排挤 没关系 我写了一本 是叫奇卧市场 是技术分析 杭州 你是中国最大铁矿石的老板 请我去操盘 所以人还是要做多做善事 多行不义必自弊 多行不义必自弊 我台湾不行 上海不行 我到杭州去了 杭州去又开创我另外一个格局 我在金行大运河帮他操盘 我误透了很多的道理 我今天把误透道理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那你将来参加 我会告诉你 当冲我会怎么做 我今天只是聊聊 我的当冲我要怎么做 否则的话我不是神明 一天到晚梦到多梦到空 随便讲 有的人已经梦到神经病 已经说排骨快崩盘了 我说实在 你觉得 常总这样创新高 杨明这样创新高 明天万海还会再拉上来 你觉得台股会崩盘 好不好 不要想太多 换跟我的脚步来走 多空都带着你坐 今天节目再来谢谢各位 期待各位的加入 那么这本书 等着你来收集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